首次代言信用卡 自己平時會不會滾爆卡 或者有些消費習慣 滾爆是不會的 亦都很準時找的 未試過拖欠卡數 但會有時不知為何 不自覺地可能某幾個月 會突然間條數大了 是純粹這件事 但即使這樣 都會準時找數 有個良好習慣 你會否開了附屬卡給Amy那些 附屬卡嗎 大家成年人都有自己的信用卡 我們都沒有的 家人會有附屬卡給爸爸媽媽嗎 媽媽 有開給媽媽 但媽媽不會用的 開給她 她是捨不得用 她都很怕 例如我送禮物給她 或者可能給家用她 請她吃飯 她都不是很想收 她會常常擔心我 你夠不夠 你下來自己用更好 她沒有 她昨天可能接收的資訊慢些 她昨天終於找我 我本來就是期待她會說 哎呀怎麼整個臉這樣扭曲了 但她昨天找我 她就說 哎呀我怎會生氣 就是這樣很開心 見到這些 很疼媽媽 所以就 哎 OK了 那你粉絲都很厲害 都知道你生日了 都有一個超市散散的行動 是呀是呀 我有留意到這個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 大家會是為了慶祝我生日 聚集在一起做一些很有意義的事 我覺得是 比起他們真的 花費金錢去買禮物送給我 我更加開心 還有我見到他們除了會一起聚集 做義工之外 還會是 可能會一起有些捐款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機構 所以我覺得 值得高度讚揚 很多謝他們 其實我是想的 但是太多人 我又怕會有少少造成混亂 所以大家分開分頭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那生日願望呢 雖然還有多少時間 生日願望 其實生日願望 其實生日願望 都是想身邊的人 開心 還有真是世界和平 好像從小到大 都有人會作文 或者生日願望都好像說世界和平 但其實原來真是去到今年 2022年都覺得這個願望是必須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開心心 大家都和平相處 上次見到Amy 都說想怎樣成功 是否有慶祝 她說還未留下 有什麼提供 慶祝嗎 我們很簡單 還有因為我生日 我從小到大都有個習慣 是和家人慶祝的 我以往都很少說 例如出街和朋友玩 叫大家來 可能開個party 慶祝自己生日 因為我就覺得 我生日其實 都不是慶祝我出生 而是紀念我媽媽很辛苦 所以其實生日那天 我都一定會留時間 和媽媽和家人一起去吃飯 可不可以請Amy那份? 那好吧 邀請 還可以邀請 邀請 邀請 除了生日後 演唱會現在籌備嗎 演唱會籌備 其實我自己個人部分 我都在工作 因為我會在幕後做好一些 重新編曲的工作 因為可能之前 以往有一些表現 都是自彈自唱 今次都是會音樂性些 但是會不同的演繹方式 所以我會預先 預先做好一些歌 然後再唱給大家聽 但是去到團體的部分 暫時未開始去一起排舞 因為其實今次 因為我們要重新再去排舞 重新編排的部分都多 但是未來將會開始緊接 這樣開始 有啊有啊 我覺得大家都真是 首先都多謝大家 很想入場支持的那個心 但是其實與此同時都要小心 可能會 隨之會有些騙案出現 或者其實買黃牛都不好 雖然都知道好像很難買到票 但希望大家都在一個正式的途徑買 所以唯一希望的就是 看看公司會否看到 大家都很想看 這樣就開多些場 讓多些朋友仔有機會入場可以看到 哦 專屬場 哦 這些就真是要交給公司決定 但是我相信如果有的話 可能大家都會開心 但是又可能與此同時 會大家覺得 哦 如果我不是有Fans Club 那就沒得看 所以其實會不會簡單些 我們會想下有沒有些方法 例如大家提到的實名制 但是當然這些是 我的倫力範圍 所以到最後還是丟回個波給公司 最近港台和蒙文士那個 張布奬 就是班獎年齡 不可能你們都未見 MIRROR都沒有入場 你們自己有沒有留意 我又沒有留意 可能我自己本身 即我都不會說 一見到我有些班獎禮 或者有些榜 我就會自己立即緊貼 看看怎樣 我又可能沒有這個習慣 二來我又覺得 對於大家 對於我們MIRROR十二個 有沒有入圍某一些獎 亦都不會影響我們 會不會繼續很專注地 做自己要做的事 譬如好像一些進步獎 就算我們沒有入圍進步獎 我們都會不停逼自己進步 可能是因為以前比賽 就已經訓練了下來的那個心態 可能每一輪的表演 有不同的事情要應付 每一天都有新的任務 所以大家其實每一天都會 迫著自己 覺得要好過昨天了 好過昨天了 例如可能有個解釋 就是我已經很早寫了一首歌 但日期有推出 但其實不關日子事 我會歸納是一個曲風 樂理上叫251的曲風 其實很多歌都會用到 包括結他的彈法 拍板的彈法 其實都是很普遍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要聽的話 希望大家細味一下旋律 我自己會認為 抄襲是會看旋律 可能比較準確一點 那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編曲的手法 我希望可以出到五首 因為如果按照現在的行程 可以順利去到的話 我想五首都可以 還有自己都有存貨在 所以我希望是OK 演唱會會不會有驚喜 突然唱一首新歌 演唱會會不會唱一首新歌 我趕了就不算驚喜了 但會有些新的東西帶給大家 是的 我見到他四十幾五十秒 我懷疑他有少少開了我的信息 即是長期報告 我每次都留意到 他一定是投幾個like 投幾個comment 我在這裏公開多謝你的支持 希望你繼續支持我 多謝 最近你的IG的風格都會走 有甚麼開心事發生了 是的 最近比較跳脫一點 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都會看到一些開心的東西 自己其實都有反思一下 都沉靜了一段時間 之前經歷了一些 可能情緒比較沉屈一點的階段 但是都覺得 其實我就是應該 或者我想要 就是帶到歡樂和正能量給大家 希望大家看到 至少笑一笑 至少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都起到少少作用 那些朋友說 找了星爺對白挑戰 你和AK很辛苦 絕對沒有問題 隨時準備好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是很喜歡星爺的電影 由小看到大 我真的可能平時跟他們聊天 可能真的隨便說一句對白 四方八面就會有下一句傳出來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我覺得這個挑戰 不是一個挑戰 是可以的 你現在有沒有關心 對星爺貼貼一樣 我一向在扮演的是一個樹洞的角色 所以我一向都是等大家怨者上吊 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我 就聆聽比較好過說話 所以大家都會傾向找我做個樹洞 所以之前也會有些情況 就是大家自己有心事 想找一個傾訴對象的時候 就會自己敲門來找我 所以我又沒有主動去安慰他 關心他 因為始終是兩個人的事 我可能不是太清楚 又不知怎樣安慰 一會兒我又怕自己說錯話 所以都是被動些 他需要我的時候我就會在這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